第三回 司法腐败 沛县有五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们是刘邦 萧和 曹参 樊快和夏侯英 汉朝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创建 这是汉朝营业执照上的五个原始股东 历史是要竖着看 是吧 汉朝以后就是三国 曹操到底是不是姓曹 这个现在还有争论 但肯定的说曹操的爷爷是曹参的后人 夏侯家是夏侯英的后人 曹家和夏侯家在整个大汉朝都是望族 大汉朝开国的这五个人 当时就在沛县这个小地方做官 而且他们都是司法系统的 夏侯英当时应该官职最大 他是县长的秘书 县长的司法秘书 其次是萧和 他是县公安局的局长 曹参是典狱长 这个典狱长和我们现在说的典狱长可不一样 那个时候就秦朝的时候 县里最主要的武装就是县政府的衙役和监狱的守卫 典狱长在秦朝是个带兵的角色 汉高祖刘邦这个汉朝的开国皇帝 这个时候还是沛县的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而樊快 樊快那个时候是刘邦当所长那一带的联防队长 这五个人不但认识 而且是好朋友 这五个人的交情 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刘邦有一回犯了法 被关进监狱 就关在曹参那里 夏侯英是天天一下班就去陪刘邦饮酒畅谈 樊快更是顿顿不辣的给送酒饭 直到这个案子被萧和押住 刘邦最后无罪释放 你听听这个故事 一方面当时的秦法确实严格 你说派出所所长犯法都能坐牢 但另一方面 秦朝那个时候 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司法腐败 官官相互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关键是这是个乱世 你看后来这个小团体的行动轨迹 很可怕 这个五人小团伙 从相互结交开始 然后利用手中的司法权力 循私枉法 最后发展到 趁着局势混乱 杀官造反 刘邦成了这个小团伙的领袖 最后做了皇帝 其余四个人都是猎猎 秦国真的应该检讨一下 秦始皇的历史评价是什么呢 后人给秦始皇的评价是什么 是科刑俊法 劳逸无度 秦国的法律是最严格的 可你看这五个人 法律再严也有缝隙 刘邦这帮人 就是在法律的缝隙中 你看 在法律的缝隙中 他们活得有滋有味 秦始皇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但是制度出了问题 秦国 秦朝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结果带来了全国性的混乱 秦国现在是没有那么多称职的县长了 有法律也没有人执行了 有法律也没有人监督了 秦朝的旧事告诉我们 司法腐败 最终是要出大事情的 其实秦始皇也没辙 这算是战争的后遗症 打败一支军队容易管理这个国家难 秦始皇统一的这个楚国 秦始皇打败的这个楚国 就是当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战败国家 有三类人正严重的影响着秦国的统治 第一类是旧的贵族 他们不甘心 随时准备着复辟 虽然名义上不再是贵族了 但他们的财产还在 他们在地方上仍然作威作福 在各别的地区 甚至仍然在和秦朝 分庭抗礼 天高皇帝远 土皇帝有时候比始皇帝好时 第二类是失去控制的新官僚 他们是楚国人 但现在他们是秦国官吏 当秦国管不过来的时候 这些人就成了当地的恶霸 小的就像樊快那样 横行相礼于肉百姓 大的像后来的陈胜吴广 那样笑具山林 割具自立 还有些你就像刘邦这样的 最后和贵族最终沆瀣一气 第三类人是暴民 这年月你琢磨琢磨 是吧 没王法 没政府 官员都没心肝 老百姓还有活路吗 各种的税赋 那就多了去了 是吧 秦王的租的你得交吧 不交那就是造反 楚国贵族的摊派 你敢不给吗 你敢当楚奸吗 那些土皇帝 你就更惹不起 保护费是一点都不能少的 老百姓都没活路了 横竖是死 不如铤而走险 于是很多人离开家乡 四处流量 他们聚集起来成为暴民 当时的暴民有多少 给你举个例子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 这个一千万左右 这个一千万左右人口的国家 竟然可以轻易的动员起 四十万暴民 这逐渐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 好了 这一回就讲这么多 从萧和这帮人的亲身经历来看 秦国已经深陷混乱 天下大乱 就在眼前了 接着 这一段时间 是 感谢观看